大家好,我是Mia 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次作业的点评和反馈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在今天的作业反馈中能不能受到一些新的启发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组照片 第一组照片是来自于一位两只眼睛同学 然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对这一组照片整体的一个感受 首先我的第一观感是感觉这一组照片里面绿色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存在 那待会儿我们可能会单独地从每一张照片来看一下 是不是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颜色和力量能够综合和平衡绿色的力量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绿色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可以更加好的调整的一个地方吧 那我们就来一张一张看一下 第一张照片的话绿色保护度是比较高的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它就是画面里面像这个偏灰色偏深色这个部分呢 是能够把这个绿色平衡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隔离调合 隔离调合对 然后这一张这一张那绿色我觉得就处于一个太过于强势的地位 然后那个红色其实是可以 保护度很高 对它可以去部分综合但是好像没有综合到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选择 但是我个人哈 我可能会选择把整个绿色的保护度稍微收一点 对这样子的话 因为那个红色面积很小嘛 我们之前讲过那个面积颜色的面积饱和度 然后他们之前怎么去平衡和拉扯 然后可能会色量感的问题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我看上去这个画面会比较的舒适一些 这一张的绿色也是比较强势的 就是它会 当然它好处是它有一些那个粉 就那个浅的那个浅灰粉 灰紫吧 就是它和那个还有那个牛的颜色去综合 然后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它至少有一个 咋说一个很好的世界重心 而且呢这个牛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还是有点好玩的 对 它像在偷看你 然后这张的话我觉得绿色也有点过哈 就同样的问题我就不重复的就说 这一张的话其实黄色和绿色有一个抗衡 但是这两个颜色我觉得有点强调 那个这是鸭子还是鹅呀 鹅 鹅 反正就是鸭子还是感觉有点强调它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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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部分 对对对对就它其实可能要做个退让 就是我们在一个画面里面去选择颜色也好 块面也好构成也好 一定要懂得就是退让 就是比如说它不是每一个部分都是要 被强调很显眼的存在啊 这张还可以啊 嗯 鸭子 嗯 这张的话看起来在这里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 就是没有我没有获得太多的讯息 嗯 这一张 就是 也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好去体恤 当然绿色的话这一张也是有一点 过 嗯 然后这一张的话绿色不过 但是真的整个画面有点灰 你没有发现 嗯 它引掉问题 引掉问题 它那个阴影部分太太飘了一点 对 很多时候 好没有了 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感觉有几张的绿色 就是感觉我我自己感觉好颜色的把控上 可以再注意一下 好我们看到那个整体的这张图啊 就是9张图 刚才米娅老师从那个色彩方面 然后进行了一些评数 嗯 那么我刚才看到他跟他在讲的时候我也在观察这些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图他的那种 取景和构图的方式 呃是相对比较统一的 我可以给给大家稍微勾一下哈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看 就是大部分图他实际上都是他的视觉重心他就在中间 比如说 这里这里 这里 这个稍微好点 然后在这里也是大的一个中间 然后这里 这个也是一个树 对 这个对 这个这个 这个树比较大 对他稍微大一点 然后然后这个稍微偏一点 不过也是这样的 就就是这样 然后呢呃这个额这张和第一张那个那个水坝那个 砸口那一张 他虽然不是一个正宗构图但是 大家可以发现哈 呃这张他就他他们他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就是相对比较横平素质一点 你看 包括这个额这一张 就是他就他的那个结构线是和块面都是横平素质的 呃这种感觉我们在之前那个点评中其实也有讲过 就是说呃可能 9张里面有7张是呃 4个东西放在中间的 然后其他的呃 要么就是从也也用了那个放在正中心的 然后他同时太过强调很大 所以他整个的那个结构就会给人感觉 相对比较紧张 其实这种是一种很多摄影 嗯 或者是爱好者呃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他他他可能会觉得这样是正确的 或者你会觉得这样正确的是规整的 是是对的 而且他的确可以和我们前面说的很多视觉原理 呃结合起来 比如说点线面啊块面的组合呀 呃然后就是这些东西给对应起来 比如说我们要突出一个主体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趋向组合起来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 呃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点嘛 就是说 嗯 我出现了一个原理之后 我是去强调它是反复的用它 特别是在组照里面 我是反复的用它 还是说我在有意图的情况下 然后恰当的一定的程度去使用 这个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了 那么这组这组照片呢 是行走在河边 那我开始只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想象的是一个比较 悠险 松散的一种状态 但当我具体看这张图 当我具体看每张图的时候 就觉得他太亏整了 就是有点太太认真了 然后然后去拍那个东西 然后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正中 然后那个主体它是在那个正中间 然后大部分也都是横平素质 所以他整整个的表现力就会被削弱一些 就是严谨但是但是又没有打动人 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一感觉 那么我第二个第二感觉呢 是他的影调问题 就是他的 我是觉得他的高光阴影和 中间调就是这个的分布过于的 就是每一个标准化 他的细节都都没有 就有点我举个例子吧 就有点像我们家里面 就现在很多人装修客厅里面 他会安一个主灯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有很多 比较好的室内设计 他不会那么强调主主灯的 因为你如果只强调主灯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阴影部分 然后高光部分 他都是很对但又很亮 然后细节又很明确的 但是整个看下来 就感觉很 就是没有重点 没有呼吸感 你就会发现 然后再加上你 这里用的是横平素质 和中心式构图 所以整个的视觉 就会给我感觉信息量很大 但是又没有特别的 让人觉得有亮眼的地方 就是什么都看到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写论文的时候 就是我想表达观点太多了 反而就不是很有观点 当然我自己的话 会觉得这个在中间这个 我就在这一组照片里面 我相对比较能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觉得就他用一种比较固定的形式 一个视角 然后去就其实他也是一种 就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放松的表现 因为他就不用花很多心思去精心的做那种变化 对变化 构图 比如说什么框井 什么什么 什么引导线 就反而这种就他直居中 我觉得好像这个就这个程度我是能接受的 如果他每一张都是那种就是费尽心思的去那种什么框井 引导线 我反而会觉得哇这个用力过猛 所以他这个程度我是觉得OK的 当然这个还有一点要说就是我们之前在审美课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 就是他他的居中是有意图的 就是可能你的这个居中就没有别人那个居中那么的巧 但是那个作品的居中是什么意图呢 就是他好像是世界的尽头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叫 对对对他拍摄的是那个欧洲各个东西南北各个各个角落的那个就是那个最尽头 最就是最边缘的那个点吧 The end of the world好像叫什么 反正就是他是比较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图 当然我觉得说如果说你这个居中还有一些更加 他其实是一个力量嘛 他这个巧劲就是你把它用的如果是 就是用的比较巧他是巧劲如果用的比较死的话 他就是一个 盲劲就是我们我们有一个方言就是盲嘛 就是你可能没有不加思索的话就 当然这个程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说可能他还可以再更好 那个世界的镜头他 我记得当当时是有一种那种无人之境的感觉 他会显得更加的平静更加的 呃就是真的是有镜头的感觉就是他画面比较平静 然后他的场所也比较的静谧 所以他用那种剧中的方法就会显得那个画面很平稳 就是他他他是有这样的一套氛围的那种意图存在的 他是他是为了要达到这个就是我要一种平稳的效果 有一种那种很延伸出去的感觉嘛 就他所以他每一张剧中 好那我们这一张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下一组 这一组照片呢来自于太空工程车 呃现在看你笑什么 现在看这个九张照片放在一起整体的感觉哈 呃我首先有个疑问哈 这一组照片是一组吗 还是说只是随机的放在一起 如果说他是一组的话 那么我觉得他们其实首先在语言上就不是很统一 而且如果是我来放这些照片的话 第一张第二张那个重复的电线杆 就是我只会选一张放进来 嗯 然后后面有两张其实可以同时放进来 因为他的带来的画面感受不太一样嘛 然后我们再具体的看一下每一张哈 嗯 先留上一边大图吧 对就是就单独看这张照片 我觉得没有问题是是很OK的一张照片 就不管从色彩空间还是什么 就是他本身没什么问题 就是还而且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张也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这张好像 因为我发现好像就三张照片的语言都不太一样 就你看这第一张是一种比较深沉的 比较低调一点的那种 色彩相对比较统一 对色彩比较的就是饱和度比较低的那种 然后这一张是其实比较明亮的 然后这一张就是那种灰灰的那种那种调子 就感觉好像三张的语言都不太一样好 然后这张又不一样了 就感觉他是比较浓烈一点的 明显的感觉到他的那个颜色的饱和度是变高了 对他可能用的是不同的卷 感觉这两张是不是同一个可能是同一个机器拍的 还是同一个卷拍的 就是感觉绿色都会比较的强 嗯甚至有点溢出 嗯对这一张的话 就这两张我都会觉得绿色其实有点过的 就是单独看这两张的话 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意图要表达的话 绿色是有点过的 这一张其实这里面是这几张里面最平衡的一张 各方面都很平衡 嗯包括他的构图 你可以看到几个大的块面 然后几个呃那种色彩的分配 冷和暖 然后绿色的变化 就他是包括这个绿色 你看从左到右他有那种偏暖的绿色 又偏冷的绿色 然后上面的天空 下面的那个沙滩 有一个那种对比色的对比 就是他各方面做的还挺平衡的 包括这个白色是浪吗 是很浪吗 很浪很浪 就是他其实也为这些颜色融合在一起 起了一个调和的作用吧 对 然后这一张的话 我觉得相对其他几张稍微弱一点 就是不管从画面的结构来说 还是颜色来说都有点欠缺一点 刚才几张感觉还好一些 然后这两张的话 就是我刚才其实端详了这两张照片很久 就是我总觉得它是有力量的 就有一种那种蓬勃的 那种自然的那种生机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 我现在暂时还没有 还没有办法描述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海浪的和那个石头的激励感太强了 就有点 有点超出 有点超出我对它的认知还是怎么样 就我会觉得它那个激励感有点抢夺我对那种蓬勃力量的感受 就是我现在暂时 因为现在我没有提那个构成色彩的问题 是因为它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问题 嗯 就是当你发现你把那个道理都用进去 你选没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反过来思考 哎如果你发现不对 到底是哪不对 是不是就你要反向去去检查 是不是我哪做的过了 或哪做的不够啊 就是我的整体一个想法 嗯 这张照片我刚刚看的时候 呃会让我想起我们前一组照片 前一组照片的那个朋友呢 他是特别喜欢把那个主体放在中间 嗯 嗯 然后然后就是那个横向线条 还有块面都很平稳嘛 就是这样一种这种状态 然后这位同学他在那个画面的组织上 其实也水平线呃也比较平 但是他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他是通过了一种更加灵活的平衡 然后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稳定的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一点均衡 对对对 就是一种均衡嘛 就是你看第一张和第二张 然后他都有那个呃水平的那个呃 天际线 嗯 然后特别 但是但是第一张他的天际线是模糊的 嗯 然后就是他虽然是平 但是他没有那么明确的强调这个块面 嗯 然后后面的你看有很多他都是这样的 就类似的那个天际线是有灵活变化的 然后当然他又是很均衡的 都在一种状态 然后会给这种这种照片一种呃平稳和舒服的 这样一种气质 然后另外一个他有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呃 他不喜欢把那个主体放在中间 大家喜欢放在三分线或三分点上 嗯这个可能也是你的一种呃视觉的一种习惯吧 我觉得他没有太强调主体就是他这个这个点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他 可能有一些没有那么明确的主体 然后也没有去强调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嗯就就会感觉上比前面的那种呃 我要很精确的去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要要要要要灵活很多的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表扬吧 那那那那当我想了一下这个同时可能这种平稳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呃 我们去打破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里因为如果你这张照片是用胶片拍的话 我是觉得如果你是用小型的胶片相机去拍的话 我我会更期待他有一些更加呃 灵活和放松的气质 嗯但现在我感觉更多的就像是一个景观摄影 那我们前面已经学过大画幅和中画幅的一些景观摄影的一些观感了 就是他们的观看方式是很 更加平静更加 呃稳的然后就每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但是现在实际上 我们看不到太多可以读下去的信息 然后呢呃所以我会更期待像这种小小型的胶片相机拍的话 可以拍一些更动感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个人是呃挺喜欢最后两张的哈 虽然刚刚喵老师说他可能会缺点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整整体感的话我会更期待像这样的照片多出现一点 然后当这样照片出现的更多了之后呢我会回到 呃一个整组如果你这个真的是在组织一个完整的一个组照的话 我会期待像这样的照片多出现一些 然后呢把这样一些比较有动感的照片 也许你还有人物然后再加上景观 呃就这样这样的景观 然后然后甚至可能也有些城市吧 但这个打个问号哈 然后这样这样去组织的话他整个画面 就是他的整个组照就会比较有呼吸感 然后比较呃舒服 然后这里我也是觉得就是前两张哈 如果是 你把它看成是一组照片的话 他是重复的 那如果我们去重新排序或者是组织的话 我会倾向于把 头两张照片和头两张照片然后穿插在各种景观中 中间然后会有一个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所以我是从视觉然后到编辑然后都 提了一些建议 我觉得就我自己而言的话 他的这组照片里面好像他对自然景观的表达我觉得会更好 呃当然我跟 KK老师的观点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哈 我反而觉得我很喜欢他拍的那几张那种就是非常平稳的 有一些静默的有一些那种 累在涌动力量的那种自然的 景观的感觉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 然后这组照片的话 从编辑上来讲的话 我反而觉得就是那两张电线杆就不管怎么拍我都会我都会去掉一张 就总感觉他在这个因为他总共就只有九张 就在九张里面就出现了两张这种重复的形象 其实是有点影响我的 阅读的 嗯 然后整体就 大概就这样 嗯 我们来看第3位朋友 求见同学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我感觉其实好像特别像我平常就吃饭的时候 拍张照片发朋友圈那种感觉哈 好像并不是特别的 考究哈 我也觉得 张张照片我觉得他 我接感觉也是不是特别的考究 我觉得那个点是在于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 这应该是一个餐厅的一个透明厨房 然后他是透过了这个玻璃 去拍 呃这些 厨师对然后操作的这样一个场景的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那么这个我觉得他有一点感觉就是不是很干净利落 如果你是 想展现那种厨师工作的忙碌这样一个场景的话 那么我会 那么我会可能会倾向于 我要么是让人感觉到这个玻璃的存在 然后就让他觉得 那种可能可能可能和那个餐厅的氛围然后一起一起去组织 然后呢要么我会 让人觉得 就是感觉这个玻璃是不存在的就是我就是 这个玻璃他是一个我不想要的一个东西我就是去拍他们的一种状态 现在感觉是卡在两个中 中间我似乎透过了这个玻璃但是又没有让这个玻璃 的出现然后 出现就是 成为一个什么必要的一个 一个元素或者是那个 就感觉他是在 挡着我 然后但又但又没有处理干净 然后呢我 透过他去拍他们很 具体的这样一种状态呢 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觉得 就这种即时摄影吧 就是你如果把自己的这个作品 就是那个定为是即时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考究的东西的 我的建议就是他的那个 意图更明确然后更去处理这点会比较好现在的选择我觉得卡在中间有点尴尬 而且我觉得这张照片的氛围 其实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还拍的 有点感觉的 现在感觉有点平 然后这张就 因为这张只有一张照片嘛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来看下一组照片 然后这组照片呢 其实我看到这个九宫阁 第一印象是这位 朋友这位同学他 在形式就构成上还挺考究的 就跟刚才那个是两个方向 刚那个是不太考的这个是 我感每一张都经过了那种 就是我在拍摄之前经过了一些思考和那种 安排吧 而且我我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感觉这个同学是个男 男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我觉得他那种 风格比较硬朗对对对 这种硬朗是来自于那种对边界 就他你看以前我们讲 对我们讲形状的时候 他的形状现在都非常的明确 对对对 然后这种明确呢是 我觉得是两种 方法 然后造成这种明确 第一种就是 影调嘛 你看包括那个 那个拱门 然后那个人物的那个借位 然后就是 影调上 就让他明和安特不明确 然后就感觉这个 边缘线轮廓线很明确 然后第二色彩 你看他的很多张颜色的色彩 饱和度都还挺高的 当包括那个你看那个红绿的饭盒 红绿的饭盒他本来其实他的 在叫啥影调上 他没有那么明确的明暗 然后他就从色彩上来 去体现这种硬朗的边界线 就是我会发现 每一张照片都很硬朗 然后呢 这 你看他 而且每一张照片都感觉 就是那种 花了心思的 对花了心思 但是呢你看我们回到 回到那个整体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这样的就是你感觉 每一张都花了很多心思 和刚才那个第一组 就是都在剧中的那个 照片 我觉得他们俩是 咋说呢 就是半斤八两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如果你每一张都让我感觉到 你很用力 但我 我看的时候那我 其实我也会觉得 有点累 就是反而就你就跟那个 都放在一个位置的效果差不多 那 像这样子如果我感觉你每一张都比较 的就是精心去 组织的话 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呢 就是我可以 让我这个精心的组织感不要那么强 这个这句话有点抽象哈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形式感 就有点像那种 我练一个武功 刚开始我的 招式都特别明显 那我练我练成 一个高手的时候 可能我的招式有的时候是 就你看不 就不太能够非常 显眼的看出他的招式 他是有 那个无招胜有招 就你我觉得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探索一下 这样我会让我 我会觉得你的画面会 更加的让我看起来要 要要平衡 要不那么的 疲惫一些 然后就是那个硬朗的问题 当我刚才你说的话 就是你不必要 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每一张照片的 那个边界现在做那么的 明确和硬朗 嗯 就是这样子也会让会会让别的 就是他可能第一眼就是这种 这种照片是第一眼的那种 呃力量 就他明确嘛 明确我就能够 嗯动快速的动对我能够非常快速的 给到他但是呢 呃硬朗明确的一个坏处就是 我不能够深入下去 我没有那个余波 就我不能细水长流 就这种感觉就感觉 我一下也把那个劲儿劲儿给 用完了用完了 嗯 大概我就是这个 但他的每一张的那个 构成我觉得都还 就是也是那种没有问题 就我发现今天的这一组哈 就这几位同学的构成都是 没有你你你不能够说他有什么问题 但是放在一起你怎么样从一组照片里面去取舍去把握那个程度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值得我们思考的 包括你看他有还他还有个问题啊 他那个 那个尺幅 就待会那个科 科老师可以说一下 就是那个尺幅的问题 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刚才那个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尺幅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尺幅的问题 他的他 他说到底其实也是一个构成的问题 他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构图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就就就前上的那个尺幅其实都达到了16比9 16比9其实在 摄影中 相对比较 特别是在正式一点的那个摄影作品中是很少用到的 就是除了我们手机有时候会给我们 平保啊什么之类的会达到16比9这样一个长度 然后我觉得这16比9给我感觉是 更像是你 才过图 或者是你直接用16比9来拍的 就会感觉特别是前三章嘛 就会感觉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到 他是挺满的 就是 我会其实我会更期待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尺幅更大一些 然后他是翻构图 然后然后 然后他两边会有一些 距离 可能我会更期待这样的照片 出现 然后在这种前提下 然后我们再去做硬朗的 这样一种块面 就会就会感觉这个画面更放松一些 也包括这张就感觉 我似乎说为了 把这个人的这个这个剪影 这个腿 腿部的剪影给 拍下来 然后我去查了一个16比9 但是他又站的很 基本上很满 就感觉没有一个 呼吸的一个空间 对 就他无论从那个 摄影作品的 是一个常用的 这样的一种 比较舒服的 这样一种 尺幅来看 还是从构图来看 我觉得他都是 有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然后另外的那个 就是关于构图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 刚才米娅老师已经说了 就是感觉每张都在用一个 心思去做构图 比如说 比如这张 然后他 他应该是 他又有对比 你看 明暗的对 对比 然后又有一个框景 然后他点线面 什么块面这些 感觉都处理得很复杂 然后 OK 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而且这种照片其实 很容易在一些手机摄影比赛中得奖 然后在那边 然后他拍的是一个 水池 然后是一个反射 然后反射中 然后又有一些 哎这个红色的一个色彩 然后他也是 呃 有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零度对比的这样一种意味哈 就是就因为他其他的那种 是接近于那种黑白灰的这样一个颜色 或者是 只有一点暖色 然后他红色被突出出来了 就就感觉这些东西都用的很 很好很多 但也正是因为用了太多了 呃会让我们觉得 每张就连起来看比较累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是 呃就平时拍照吧 应该是一个偏 单张 构思的这样一个思维的这样一个同学 呃也包括这张吧前面有一个那个 飘雪的这样一个 戒指吧 呃 就就算这个戒指吧然后挡在前面 然后然后然后后面那个 呃那个这个结构也四平八稳 就是就是 四平八稳的同时然后还有一些 呃零动吧你看这些斜线 然后加上这个中心构图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 很平衡的然后很均衡的一个构图 然后前面还有戒指 你会觉得哇好看哇就是有力量 呃呃呃就是或者是有氛围 但是你 就是结合起来看的话 或者是看你整整个感觉的话 我还是会觉得就是 就是单张的力量给的太足了 所以我我是建议 从视觉上来说你因为给的太足 那我建议你换一种思维方式以后去创作 就可以 呃偏主照思维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会把一些东西放松 我们整个看起来会 变得更高级一些 嗯我就是觉得一句话总结哈 我就觉得 呃这位同学的照片是那种可以得高分的照片 但是呢他这个高分掩盖了他照片的一些灵气 嗯对 然后差不多就这样子吧这一种 嗯 最后一组照片呢来自于海滨同学他拍摄的是 雨天在小区附近的一个水库 然后拍了一些照片 听他这个描述呢应该是拍摄的比较 随意啊比较的就是随机吧 然后这一组照片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色彩 是一个低调的照片 我觉得这种照片看上去很高级 嗯高级的老师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感受哈 感觉很适合做成海报或者是框化 然后放在那种卖很贵的那种家具的那种店 然后把它送卖出去 对然后这种 呃整个的颜色比较低调比较的偏暗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画面的色彩很容易被统一 而且呢呃如果说以前有些朋友 呃是喜欢那种比较明亮的情况去拍摄一些场景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风格 你会发现的很高级 然后呢我觉得他的画面里面有一个 哦刚刚当然我这样看这种正方形的小图看上去还不错哈 刚才那个KK老师在翻的时候发现 我不太喜欢他的取景 就包括第一张第二张 第三张 就前三张我都会觉得他太窄了 嗯就是如果我来拍的话 当然我不一定是对的哈 我只是觉得说 嗯这个取景让我不太 舒服就是 我会把这个取景取大一点 比如说这个房子周围的那个环境我会 呃留得多一点 嗯 然后就是呃 这一张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张第三张都是这样子 就我会把它 他就甚至我会觉得他他好像这几个场景拍横构图都会比较好看 可能对 是的 因为我觉得他整个的那种感觉是比较近密 平平平平的 然后所以说你看是这么多张里面 对我觉得这张 对他那个他就对了 所以说那个图符有时候 还挺重要的 他很多时候还是数构图他的比例 我们前面也讲过 你可以去 体体会一下 而且对这种没有人物的那种场景 他有一种延展感 所以我会发现你拍摄这些场景 我偏向于狠构图哈 然后这张我也是对 觉得狠构图 嗯然后我就说这么多吧 就是他的 呃首先这个调子 我还挺喜欢的 当然这个暗调子也不是说就是我只要把它拿黑了就 就好了 我觉得他这个暗的还挺有细节的 对 嗯 其实这个暗调子然后也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提了一个那个概念是 彩度就和那个 呃美术里面经常用到的那个纯度是一个道理嘛就是 因为我们用SHL那个 那个体系的话那个 饱和度是不容易被识别出来的然后我们 呃如果是把那个纯那个彩度这个 如果我们把彩度考虑进去的话那么他的影调那么他的那个亮度变低了之后的话 他就很容易 嗯让我们感觉这个色彩不那么纯 其实说白了就是让我感觉色彩不那么鲜艳 然后会统一画面 那么我刚才还看到了一些问题哈 就是就这张我也是同样感觉比如说这个 房屋的主体然后我的那个视角是他 相对于现在的那个 他相当于他相对于现在的那个 呃屠幅的的话 他稍微有一点点 还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不大不小就是就就就刚好撑满的感觉就是两边的 距离也不是很宽了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树干的位置 呃 稍微有点尴尬就是他正好从那个就是边缘切过去 然后我会倾向于刚变了说那样就是把就是把这个取景 放的更宽一点 那么这个取景放的更宽就两种做法第1种就是你在后退几步来拍 第2个就是 你再 把它变成狠构图可能可能都要好一些然后这样的话他那个树干也 不会从画面边缘切上去他他可能就会要 好很多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哈 然后另外一个建议和那个米娅老师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很多照片呢实际上都是 数构图 然后我是觉得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数构图我们当时说了就是数构图的照片很容易让我们 将那个视线是在那个 呃 纵向上去引导 但是这个很明显 呃我们感觉欣赏这个 快面这个这个水库的那个博案线我们 给人感觉是更想去欣赏他那个平静的这样的感觉 这种平静的感觉和横构图 呃水平的视线的引导给人平静的那种氛围是和你整个这个 画面的这种 呃静密的气质是一致的 所以说如果做这些优化的话呢我觉得这组照片会变得更加的好 就是更加的耐看 呃说不定也可以真的 把它映出来卖个好价钱 到时候记得跟我们分点红 可以可以 好然后 这一组照片好像 差不多了哈 当然我还想提一句啊这个照片还挺好看 这个这个地方还挺好看的 还挺好去的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点评和反馈就没有了 呃然后下一次呢是我们的第四次作业与反馈也是最后一次 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